美国和以色列军方4号宣布 美军首次将其最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 临时部署在以色列 投入两国联合军事演练 那这是两国联合军演中首次动用萨德 美军称临时部署萨德 既体现美军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也旨在测试美军在全球快速部署 类似系统的能力 美军欧洲司令部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军决定把萨德快速部署至以色列 一再展现美国对以色列地区安全的持续承诺 这次快速部署演练 显现美军具有灵活性 可快速不可预测地 回应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威胁 声明说作为演练的一部分 美军将从欧洲 美国和以色列的不同地点 与以色列国防军合作操纵这一系统 路透社报道 美军官员拒绝披露萨德 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布里斯堡基地 运抵以色列的用石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 这次部署演练 云美以先前模拟联合军演不同 需要地面的战术性协作 这套萨德的全部组件 现在位于以色列南部 内盖夫沙漠的一处空军基地 很快将转移至 以色列南部的另一地点 以军拒绝公开具体地点 和萨德的部署时间 一方强调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只是为了加强防御能力 并不与任何特定事件相关联 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认为 美军在以色列首次部署萨德的举动 势必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尤其是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感谢观看